国内目前有90万人罹患有糖尿病 不过调查却发现高达三分之一的人 事实上都没有做好饮食控制 因此随时会有严重的并发症 不过有一些好消息是 国家卫生研究院最近发现的一种绿藻 可以治疗糖尿病 而且效果比目前的药物都还要更好 桌上这一颗颗绿色的小药丸 就是国人最新研发出来的成果 它是从淡水植物中引草所提炼出来的 据说如果把这个吃下去 糖尿病人就不用再瓶瓶罐罐 一下子要降血糖 另一边又得担心血脂肪过高的问题 对糖尿病来讲除了降血糖一样 它的副作用最大的就是胆固成血脂肪过高 所以如果可以同时降血糖 也可以降血脂肪的话 我想这个是最完美的一种药物 不止如此 像过去治疗糖尿病的药物 常常对肝跟其他的器官都会造成副作用 现在用纯天然的银枣来提炼绿色小药丸 就希望能够为糖尿病的患者 更有效地控制血糖浓度 又不会带来任何的负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